醒目一拍 他来了 谁来了呀 嘎尔丹来了 辞别了自己的老师 武士达赖喇嘛 跟随着母亲就回到了伊犁 来到了北疆 要继承父兄之一致 就要重振准盖尔韩国 重振准盖尔韩国第一件事 要干什么呢 就是杀人 替哥哥报仇啊 杀谁呢 那就是害死自己 同母哥哥僧哥的两位义母哥哥 一位啊就是车臣 另外一位就是卓特巴巴图尔 那说起来啊 这四个人 加上他杀尔丹在内都姓绰罗斯 并且都是巴图尔魂台级的儿子 只不过 僧格杀尔丹和车臣卓特巴巴图尔啊 不是一个母亲而已 那么说现在这双方的实力又是如何呢 自打这僧格一死啊 僧格原来的手下是死的死 逃的逃 有的呢 就被那哥俩呀 害死了 有的呢 为了躲避杀身之祸 也远顿草原 到偏远点的地儿啊 去放牧了 还有相当的一部分 厄鲁特的太迹们呢 抱着胳膊根啊 看 哎 他们知道啊 这个杀尔丹要回来呀 他们也得观察 观察呀 谁的胳膊根的粗 以后好就抱住谁的大腿 这杀尔丹呢 在这个伊犁组成一点数 行 自个人马不少 差不多呀 有一千名精壮的蒙古勇士 还能追随他 可是啊 在一打听啊 哎 坐牙花子了 为什么呢 因为自个人俩哥哥 车臣和卓特巴巴图尔啊 每人手下都有万把蒙古骑兵 那这么一来呢 显然呢 即便是骑走险招是以少胜多 也得要是逐个击破 那么先打谁呢 就在这赶尔丹呢 为了先打谁 而犹豫不决的时候 哎 这会儿啊 有人替他拿主意了 谁呀 对方 哎 探马来报 他这两个哥哥的大本营啊 在阿拉太地区 哎 这两个人一商量啊 哎 根本就没把这个 赶尔丹的一千人呢 放在眼里 这车臣太极啊 就首先表示 我呀 要背靠这个阿尔太山 给这赶尔丹 我这个小兄弟 我这个六弟呀 摆下一座杀人的战场 他就有一千多人 并且他哪懂什么 行兵打仗指挥战争啊 他无非呀 就是一个念经的和尚 在别人面前拍拍胸脯啊 他还能称自己呀 是活佛 在我跟前啊 他就是我的小兄弟 还不是从小啊 就被我欺负一溜够的 那个小兄弟吗 这么一来呀 他带着自己的一万来人 就在这阿尔太山前 扎起了大营 他要在这儿 挖去深坑 献虎豹 投去香尔 就要掉 嘎尔丹这只金鸥 这嘎尔丹一听啊 这两个人并没在一处 于是啊 那干脆就捡你这个 性格张狂的哥哥 车臣先来 哎 嘎尔丹带领着自己的一千人 出了衣礼 直奔阿拉太 那这仇人见面呢 分外眼红 也不管是亲哥哥 亲兄弟了 这赶尔丹 手持一柄大枪啊 直接就杀了上去 那有人说了 这赶尔丹既是活佛 也是这一千多人的头人 他用冲锋线阵在前吗 哎 这赶尔丹想了 这一千比一万呢 实力过于悬殊 如果不把自己这一千人 拧成一股蛇 钻成一个拳头 一盘散沙一样 往前冲杀呀 哎 那最后啊 撑不过两个时辰 这一千人就被人吃掉了 所以啊 他必须带头冲锋在前 他告诉自己的将士们 如等是五枪所向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们呢 看着点我手里的枪 我到哪啊 你们就得到哪 我指向哪啊 你们就得杀到哪 咱们可别分开了 咱们一分开了啊 就让人家给围住了 一口一口吃掉了 那这帮将士啊 明白这嘎尔丹的意思 这一通冲杀 第一战就干掉了 车臣台机的 一百多骑兵 天色一晚 双方罢兵 这下子 这嘎尔丹是军威大振的 一点数啊 只有几个青山 一个死的都没有 这车臣阵营啊 可就有点慌了 哎 阵脚大乱啊 他们觉着呀 这正面的迎击不是办法 于是 他们选择了一个山口 就要在这个山口啊 想活捉改尔丹 这山口叫什么名字呀 叫金陵口 哎 这时间久远 这金陵口具体在哪啊 不得考证 可是啊 有一点是肯定的 肯定是啊 在阿尔泰山某一处 是某一个山口 这车臣寒呢 给自己的部众下了死命令了 说必须在这个山口处啊 就要截杀了敌人 还别用什么弓箭了 咱们截着点过日子吧 就用石头砸咱们这一万来人啊 也能把这一千人砸死在山谷当中 第二天早晨用罢了早饭呢 这群士兵一看 远远的 嘎尔丹领着他这一千人可就来了 哎 这一千人的大队人马在后 二十名勇士策马扬鞭 跟着头人嘎尔丹呢 在队伍的最前 原来啊 这戳罗斯嘎尔丹呢 在自己的营房当中啊 也伤了好了 他想啊 以少胜多的仗不好打 他如果不带队往前冲啊 更没人跟上去 于是他挑了二十个亲随 让这二十人呢 跟在自己冲在队伍的最前面 对这个其他的一千雷不仲说啊 你们看我们冲上去之后 占了上风了 你们再跟上来 要不然呢 你们掉头就走 我也不怪你们 咱们不能啊 无谓的牺牲 那这头人这么一说啊 大伙都很感动 决定啊 无论什么情况 都有跟着自己的这位韩王 随着越来越近呢 这赶尔丹已然发现了 敌人就埋伏在山谷的两侧 可是啊 他心一横 既然已经打到这了 还是策马扬鞭 领着二十名亲随 就冲入了敌阵 一通砍杀呀 越冲越深 是越走越远 慢慢的 可就离自己的大队人马 有一定的距离了 这车臣寒呢 得到禀报之后啊 他可就琢磨了 他说呦 我们家老六 可以呀 当了这么多年的和尚 还能这么的英勇 我呀 得上这个前线看看去 于是他一催马呢 哎 他就来到了镇前 想看看自己这个六地 赶尔丹到底有多勇 到了镇前一看呢 可把他吓坏了 那是赶尔丹过于英勇 把他震慑住了吗 不是 他看见自己的士兵啊 看见赶尔丹迎面冲过来呀 并不是上前迎战 而是多了多缩的 从马背上吹了下来 扑通通都跪倒在了路旁 不跪的 吸巴朗登的 也就是那么几个 都被这赶尔丹手起枪落 刺翻在马下了 那这是怎么回事啊 嗨 这就是因为赶尔丹的另一层身份 活佛身份 才导致这种情况 等到这赶尔丹带着这二十名勇士 冲进敌阵之后啊 这敌方阵营的士兵一看 这不是我们地区的大活佛 温萨活佛吗 今天虽然没穿僧袍袈裟 顶亏冠着假 这大伙儿也能认得出来这是活佛 那为什么纷纷下马跪在了路边呢 哎 迎接活佛呗 因为平时见着活佛也是这出 不光是这镇前的将士 跟着车臣太起前来的这些人呢 也是一样 也纷纷下马迎接活佛 只有这车臣太起 一个人捏呆呆的愣子了马上 这干尔丹一看 这还不是好机会吗 跑上前去一把 可就把哥哥车臣拽到了马下 那后边二十名勇士是干嘛的 上得前来跳下马 就把这个杆尔丹的哥哥 车臣台级摁在了地上 左三道右三道捆得活活就像那个粽子 这车臣台级直到啊 被压到了杆尔丹的大仗当中 也没明白过来 自己啊 这一万金兵 怎么就输在自己六地这一千人手里了 这杆尔丹说呀 而可知罪 这车臣呢 想摆摆这大哥的份 占一阵自己这六兄弟 一撇嘴说呀 哎 为兄的何罪之有啊 他可没想啊 他这位活佛兄弟 一点的慈悲之心都没有 牙缝里资出了几个字 推出去杀 得 这车臣台级这下子 梗屁潮梁大海棠了 这一下子 那杆尔丹呢 不单除掉了车臣台级 而且呀 还壮大了自己的队伍 怎么壮大呢 那车臣台级那些手下呀 直接就投靠了杆尔丹 这原因也很简单 因为本来就都是 这绰罗斯部的人吗 那还剩一个哥哥 这卓特巴巴图尔 杆尔丹是怎么应付呢 这卓特巴巴图尔啊 省事了 他一听啊 自己的哥哥车臣台级 尿心了 于是脚底抹油 得一安 颠了 带着自己的几千 亲随不重啊 远顿了青海 后来啊 这青海有一只准杆尔人 其实呢 就是卓特巴巴图尔的后裔 那么说跑了呢 跑了咱就不聊了 咱们继续说杆尔丹 杆尔丹呢 在这个墨西蒙古首战成名 这一战下来 叛乱的两个哥哥是逃的逃 死的死 按照母亲的意思 他就收了自己哥哥的季婚 娶了自己的嫂子 阿乃达拉 就是后来的阿诺克敦 这阿诺克敦呢 加持显赫 她是这个恶奇尔徒彻臣寒的女儿 这汉族史料对其描写呀 有八个字 非常简单 惠而美 深爱嘎尔丹 意思就是说呀 又聪明又美丽 并且呢 深爱着嘎尔丹 在蒙古草原上啊 有这么一个传说 说这个阿诺 在做姑娘的时候啊 就爱上了嘎尔丹 那会儿的嘎尔丹呢 他已然是活佛了 有一次呢 去这个阿诺的部族啊 去弘法 当然了 是阿诺的爸爸呀 克敬尔徒彻臣寒 把这个大活佛 嘎尔丹请去的 这法会一开呀 就是半两月 活佛 那盖尔丹呢 登坛讲法不说 还要为这些信众啊 摸顶赐福 这阿诺偷眼一看 这盖尔丹活佛呀 哎 他就爱上了 他说嗯 这个蒙古汉子呀 真不错 除了没头发之外 哪都好 可是呢 造物弄人 为了这个部族之间的联合呀 他爹决定和亲 倒是把他嫁给了准盖尔部 可是嫁给的却是准盖尔部 当时的韩王僧格 就没想到我转了八个圈 最后 这阿诺呀 还是嫁给了自己曾经心仪的 这个盖尔丹 咱不是说了吗 关于这阿努可敦呢 还有很多有意思的故事 咱们会做一个番外片呢 到时候啊 我好好的跟您 莫分莫分 这会儿的盖尔丹呢 倒是很冷静 他倒没沉迷 吃醉于自己的新婚当中 他觉得这会儿啊 应该把一己一个一个都除掉 那最应该除掉的是谁呢 说起来呀 就是僧格的两个儿子 他的两个亲侄子 那有人说 他费尽巴拉的从西藏赶回来 杀掉了仇人 不就是为了给自己的亲哥哥报仇吗 对 可是 既然自己已经当了韩王了 就得把威胁降到最低 这僧格呀 有两个儿子 这大儿子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策望阿拉布坦 这盖尔丹决定啊 一不做二不休 搬不到葫芦 撒不了油 干脆一刀一个 就把这俩侄子全杀死算了 可是他呀 到真动手的时候犹豫了 因为这个老大 自己这大侄子呀 策望阿拉布坦 那玩儿啊 才七岁 聪明伶俐 楚楚可怜 真下不去手啊 于是盖尔丹呢 就动了恃隐之心 说算了吧 给你们一块土地 远远的放牧去吧 放过了自己的两个侄子 那下一个要对付的是谁呀 他要对付的是 亲叔叔 楚虎尔 八无十 这老头啊 在各种史料当中啊 对他很有争议 有人说呀 这老头啊 是僧格一派 这盖尔丹上台之后 想杀了他 那完全是忘恩负义的排除一击 也有人说不是 这僧格被杀 背后的主使之人 就是这位亲叔叔 楚胡尔 乌八十 不过 无论是哪种原因 这盖尔丹是铁了心了 一定要除掉自己这位叔叔 原因呢 不在他是谁的人 他干了些什么 而是他现在是整个准盖尔布 最有实力 力量最大的一支 于是这盖尔丹呢 倒也没费什么劲 在一次酒宴当中 设了一个计 就把自己这位叔叔 给囚禁了起来 这盖尔丹 抱转一算呢 现在呀 能抓能杀的 已经差不离了 可是自己呀 虽然是这准盖尔布的头人 但是并不能掌控 整个魏拉特 也就是整个墨西蒙古地区 因为说白了 这儿还有一位盟主呢 何说特部的首领 鄂齐尔图彻臣汗 才是这儿真正的四部盟主 这盖尔丹琢磨了 我要是不把你扳倒了 我永远也坐不到 这墨西蒙古大汗的位子上 可是呢 要对付鄂齐尔图汗呢 有几个难点 首先呀 人家是盟主 人家人多力量大 其次呢 这可是自己的老丈人 阿奴的爹 正当这盖尔丹呢 左右为难 琢磨着自己呀 是不是该对自己 这位老丈人下手的时候 哎 想兵吃啊 天生下了胞子了 你刚一瞌睡 就有人递枕头 这递枕头的人呢 正是这位 鄂齐尔图汗 他的老丈人 这老丈人 在自己的本部就琢磨了 他琢磨自个儿 这跪呀 忒混蛋了 怎么递谁杀谁呀 两个哥哥不放过 然后呢 还囚禁了自己的哥哥 杀了不少的异己 把这只草原狼啊 留在墨西蒙古 迟早要舒适 于是啊 他就决定 联合自己的部众 什么这个 剩下的杜尔伯特部啊 还有啊 没能和大部众一起出走 土耳护特部的鱼脉呀 再加上啊 自己的和射拓部 还呀 联系了外援 就是出走到青海的那只 准嘎尔部 他们打算呢 组成联军 偷偷摸摸的就摸向伊犁 然后啊 把这杆尔丹捂在伊犁啊 干脆就一锅会了 哎 谁想到 我得走漏消息了 派出去去青海啊 搞联络的这个信使啊 还没出北疆呢 就被杆尔丹的手下拿货了 拿货了之后 一搜身呢 可就把这封信搜出来了 这杆尔丹一看 呦呵 这老子没动手 你们还要杀老子 于是啊 一只青旗 就杀到了岳父的领地 把这个岳父啊 就勤回到了伊犁 你不是觉得 我这叔叔可怜吗 把你们俩关一块 看你呀 还有没有什么怨言 可是咱这么说呀 您看这叔叔啊 他没人心疼 没人管 可是这老丈人有人管 哎 谁呀 阿努可敦呢 人家闺女不能不管 那打了无数张感情牌之后 最后 这杆尔丹一心软呢 处死了自己的叔叔 放了自己的老丈人 哎 回这个何说特步吗 老了 给了少量的牛羊 把老丈人全家望北迁移 迁到波尔塔拉 到那儿去游牧了 最后啊 这位韩王 欲而终 就死在了边境线上 您看呢 咱们这叔叔说的简单 可是事儿交代的不少 这杆尔丹呢 三下五除二 就平静了整个墨西蒙古 等到一切都安定下来之后啊 这贵人可就来了 谁呀 武士达赖 驱法尊呢 可就来到了伊犁 在1678年的武士达赖 可就册封了 赶尔丹 为丹金伯朔 阔图韩 您可别小看这么一个封号 您看草原上的一堆韩王 谁也没有封号 那韩王前面的前缀 都是自个儿的名字 也就是都是自个儿啊 外外而言 这有封号的大韩呢 可没几个 哎 就说这个出罗斯家族吧 就乃至后来的准个二韩国 其实啊 这几辈子人都想做大韩 都野心勃勃 真正有韩王封号的人 只有两个 一呢 就是刚才咱们说的 这凯尔丹 哎 丹金伯朔 克图韩 还有一位啊 就是野仙 当年这蒙古诸部 大家公认这野仙呢 封号为大元 天圣可汗 做了大韩的蒙古人呢 那都是一个奏性 这心呢 立刻从拳头那么大 就膨胀到篮球那么大了 他们膨胀了之后啊 无非就是一个口号 要恢复大元帝国 这凯尔丹呢 他也是一样 这凯尔丹到底是怎么个实证方针呢 他的选择和自己的父亲 自己的哥哥是截然相反 他要认俄国人 当年丹金伯末 当年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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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